唯为一个太后找男宠,皇帝不同意,太后就换掉他,换出个明君。 立子沙姆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一项残酷制度,始于汉武帝十七、汉武帝十六岁纪,为因有威望托众之太皇太后,杜太后彻找处处之,不得身为了防止出现自己当年的处境。 用汉武帝遗嘱,应立太子刘弗林,是为昭帝而杀其生母沟义夫,扔开了沙子立母的先河,而汉朝后续的朝代,游牧民族,建立的北魏很好地继承了这个制度。 先卑族拓拔是建立的北魏政权,主要还是考虑到会出现太后专权的情况,所以当时的后妃都不愿生太子, 因为母义子贵成了母义子,死冯太后就是丽子沙母的受益者冯太后的名字史书没有记载,只能称,忽他为冯氏冯氏的出身却狠,高贵北院皇祖祖父冯红,是十六国时期北安国君,只不过冯氏出生的时候,北院已经灭亡了六七年了,后来冯氏被文成帝,选中做了贵人这一年冯氏只有十二岁进宫后的冯氏, 冯氏后并不是一个懵懂的小姑娘,她很快适应了宫中的生活,凭借聪慧与财貌,在以及深安宫内诸多关节十五岁的冯氏,被文成帝立为中宫皇后,冯氏变成了冯后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小目标,冯后并没有给文成帝生孩子。 这本来是女人的不幸,但是在北魏却是非常的幸运逢后,被立为皇后的第二个,越不足两岁的拓拔红,被立为皇太子,按照栗子沙母的原则拓拔红的亲生母,其李氏被赐子而逢后就承担养育拔红的责任逢后,不但养育拔红养的, 好对待夫君也非常的善解人意,她非常理解文成帝为国操劳的艰辛总侍姐,尽所能排解文成帝的各种困扰和烦闷。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逢后做皇后,还没有十年文成帝,就驾崩了驾崩的时,后只有二十五岁,也算是一英年早逝,丧失丈夫的冯后非常的伤心整天一泪写灭, 按照北约的传统文成帝时候,第三天要焚烧文成帝生前的寓意器武冯后,竟然在焚烧的时候,冲入火场当时周围的人,都惊呆地反应过来,才冲进去救人。 只不过死时的冯后已经昏过去了,大家急忙抢救冯后才悠悠地醒过来醒过,来的冯后仿佛大彻大悟了一样, 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不再哭哭及其寻死密活的了,而是成为了一个坚毅的人,文成帝,此后年仅十二岁的妥达红积位旧, 是现文帝冯后被尊为皇太后刚积位的孤儿寡母,面临着太原王,拘积大将冤以魂的威胁。 以魂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阴谋篡位,并发起了判断冯太后,立刻召集部队镇压, 判断很快以魂便被捕杀一面三族判断镇压以后,冯太后临朝称秩序, 速稳定了北魏的政局冯太后临朝称至十八个月以后, 现文帝的儿子拓跋红出生,冯太后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子, 于是就让拓跋红亲政自己则专心照看这个小孙儿。 现文帝亲政以后,也显出了一派明君的风范, 颇有些作为,但是他对于冯太后的男宠非常的不喜欢, 并提拔有才能的人,结成自己的心腹这些男宠本来是, 在文成帝死后冯太后耐不住手寡的孤寂与冷清, 找了一些年轻貌美的男子来, 作伴县文帝非常的不满冯太后的这种所作所为, 认为这是在淫乱后宠县文帝在亲政以后, 找借口杀了冯太后喜欢的男宠李懿冯太后非常的生气, 虽然一个人男宠死了,不算什么, 但是这是对冯太后的挑战, 此后宠县文帝在与冯太后作对的路上跃走, 越远本来宠县文帝也能有所作为, 但却是一个佛系皇帝对待朝政也是一种佛系的态度, 冯太后认为这样对国家有害无益, 就借助自己的权威逼宠县文帝退位, 禅威给布满五岁的太子拓拔红, 也就是后来的北魏肖文帝, 成为太上皇的宠县文帝, 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, 依然跟冯太后作, 对在后来的斗争中冯太后胜数, 宠县文帝被软禁后死亡史书多有猜测, 是冯太后所谓在宠县文帝死后冯太后, 再次临朝称致她继续推行汉化政策, 任用有才能的人, 但同时她拥有更多的难处。